兩名男子搭上計程車 渾身久未要回家 司機原本沒想太多 但沒想到事後警方找上門 才發現這兩名乘客 剛剛大鬧一場 辦公室凌亂不堪 物品散落一地 地上木框斷成好幾截 原來兩名二煞拿著鏟子闖進工地 部分青紅皂白就亂砸一頓 九隊男子來到工地想要討錢 拿起地上的鏟子攻擊 砸鋪玻璃 工地主任也受到攻擊 還原當時情形 原來兩人從早上九點 一路喝酒到下午一點 兩人喝到意識不清 想起來跟工頭有勞資糾紛 隨機跳的工地衝進去亂砸 賴姓工地主任出面 沒想到林姓男子控訴 對方欠錢 正姓男子就趁機攻擊主任頭部 隨後逃逸 工地主任被打得莫名其妙 報警後才發現 對方根本就找錯人 預判錯誤 一年多以前在附近 有一塊工地 曾經有做過工作 然後那個工頭好像有欠他一些工資 警方調查兩名嫌犯都是工人 其中林姓男子還有毒品前科 雙雙哀告 只是兩人喝酒醉 分不清東南西北 看到工地就發飆 現在烏龍一場還得吃上刑事責任 借陳嘉豪 笑語山新美式採訪報導 ski hills 中島 敬禦 軟